HELLO 歡迎大家來到OTBOOK漢台 收了LINE 英超總盃的決賽也打了 萬年今季的成績不知道大家會否滿意 有喜亦有悲 我們做一個球櫃總結 我們會分兩大範疇 這個就是進攻 一個就是防守 阿展就說想說防守 我們就先說防守 總結今季的萬元的成績 英超第八名大家都知道 英超市上排圈最低的一年 聯賽杯十六強行出局無緣位免 出中杯就是少少爆懶 擊敗了宿敘萬成就拿到冠軍 一年一貫就不需要試大街空 歐聯比較噁心 對財政來說很差 分組賽就爆尾出局 連歐巴盃也沒得打 至今今季的防守都有幾多的焦點 我們分數六個的大題目去討論 今集就先說其中三個題目 分別就是雙邊滿營 我們的後防線特別是嚴重 之中的嚴重 另外就由下半關開始就被人談論了很多 就是我們被射門的次數非常之多 等於降班隊伍一樣的水平 這個都可能關閉防中事 防中的位置 今季我們都試了很多不同的組合 但都說真的 我們在季中很多節目都說過 防中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不同的組合都不太理想 另外就是季初的時候 沒有跟我們公軍門將 亦都是上季英超金手套的敵尼亞重約 就買了國米安娜娜回來的 也曾經引起過很多話題 這位龍妹 最後也是關於後防事 但又不是防守 就是後場組 沒有預期之中 就是看一格想打那種後場build-up 尤其是今季 下隻雙兵很多時候 就經常變成大局常見 很多人都說 如果是這樣 就要看一格做什麼 下隻又是打回那家球 完全不是那回事 我們就先說下萬聯 今季和上季後防數據的比較 你看到失球方面 上一季 都是下一個 即第一季教 失43個球 當時又並列英超第三 但今季就失了58球球 那隻多了15球球 定列英超第五 你說如果計算排名 就不太差 但自己和自己比較 防守方面 就失多了15球 避射門 大家都關注 上季究竟避射門 次數是多少 就成分12.7次一場 就排第九 今季呢 大事大事大事 我們每場避射門 都是17.6 在英超20球裡面 我們排第19 如果只是避射門次數 其實我們應該是降回的 另外 KINCHI 下一隻不失球的長次 上季 擊掌獲金手套 就有17次 就排第1 今季 安娜娜 只有9場 又不算太差 英超並列第4 這個就是 失球方面 防守方面 整體這對球 下一架 第1個人第2季 那個比較 總體來說 都是退步了 說一下 失球大幅飆升 首先 當然很多人會說 雙兵太多 尤其是後方 阿子 你覺得這個是理由 還是藉口 其實這個是 我就是一半的理由 是 的確球員 就缺少時間去磨合 還有做默契 是 嘗試的那樣 就非常之 勁決 到了季尾 情況 才開始有些改善 是 真的要去到很季尾 即是季尾兩三場 才會有些改善 不然大家都有段時間 都看到卡斯米露 搭著這個伊雲斯 都挺恐怖 這個中間組 即是說回 上季 第一季教授 上季後防 四個 即是後防 是哪四個 上陣時間有多少 所以 上季上陣 2500多分鐘 今季 1000分鐘不夠 Deflection 六成多 大陸志 真的算是這樣 上季不是必然正選 因為左邊 所以右邊 讓大家跟他爭 上季是2000分鐘 多少少 今季就剩下 3100多分鐘 只有他一個 錄得升幅 升了大概一半左右 華拉尼 上季都一般般 都有傷 大家知道他的玻璃腳 上季接近2000分鐘 今季只剩下1300多少少 跌幅也有三成 馬丁尼斯 真是最傷 上季上陣2000分鐘 今季只剩下146分鐘 跌幅到七成 即是上季 正選後防 四個人 有三個 今季的上陣時間 都是大幅倒退 但只有大陸志 是上升的 即是說真的 經常性的正選 都是上不到的 亦有很多報道說過 今季後防線 去到埋單 其實是用了超過30個不同的工作 後防線 即是 靜止上每場是練不到球的 你知道我們打後場 build-up 一定是要非常多的訓練 才能練到默契 球都練不到 沒有下場了 那怎麼練到那套戰術呢 很離譜的 我們也看到很多 就是 即是 即是 季尾 卡斯貿易是中堅 連續落夫 和魂比沙卡 都要頂左閘 甚至 本來打算過來 養老的伊雲斯 就被我們變成 蹦路 即是我們蹦路 伊雲斯 也去到U18的金華拿 都頂了幾場 甚至對美物譜都要出金華拿 也挺恐怖 所以 如果不是後防線 有些球員 即是表現很穩定 或者有些球員是独持會勇 我看今季真的不止排第八 有哪位後防球員 這麼嚴重的 挺身而出 你覺得是頂得住的呢 阿廉 哇 這個 簡直是雞一季的鐵人 哈哈 那麼 這個打落子 在今季來說 可以說是大爆發的 無論是 油閘 或者是 提供左閘 表現 肯定是大嚴重的 今季除了 更高 有肥血重度 防水意識 也都大大增強 成為球隊的 真是大腿 哇 我真的印象中 你知道 萬年有兩個鐵人 一個是班牢 一個是達羅 一個是達羅 那 班牢也有傷過 我記得 但是達羅 我真的 沒什麼印象 他有傷過 今季是很厲害 如果萬年搞頒獎禮 對表現穩定獎 我會投達羅第一票 雖然班牢表現都不錯 但是還是有點情侶怕 還有事實上是有點失準的 事實上的情況 整個季都是水準 我印象中 今季 萬年中 真的沒有誰 從頭到尾的水準 都是差不多 印象中 在季尾 可能水準太多了 有少少期待 即是 雙頭幫我 失了位 或者 輸了十二馬 但他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表現好的 今天我們看看 他的套具 剛才上陣說了 全隊第二 就是小武安 更多個班牢 證明他是鐵人 入兩球 三助攻 如果計集位 就合格 這個合格 算是非常厲害的大早示威 但也有交代 如果計五個入球的貢獻 全隊第六 在我們萬年 看看防守的本位 攔截成功率是接近七成 全隊第二高 英超都排到第二十位 如果計攔截 再加Interception 就有118次 全隊第一 即是出場的多 如果在英超 就排隊十九 所以 其實你看到他在防守和轉攻方面 我跟Din說 攻守兩邊 都很有公義 但還有另一個球員 就更加爆發了 在夏天的時候 幾乎被他趕走 但是就是 接近季中開始 就 拯救了 下一格很多次 就是我們的前導隊長 麥佳雅 阿展 你對上幾季節目 都罵到這個人死的 但你可否賺了很多次 阿展 在這個開幕的總段 我們的防守球員 陸陸續受傷 那麼 我們的前隊長 就 已經生意出了 那麼 他用他的表現 有病以外線 對 強行的身體 對對方的 球員 也都很難受 連續幾場比賽 都保持高水準 令到 高頭佬 卡卡 都對他 改風 你都在 貴中讚他很多次 就是用自己的表現去回應 這個 球迷 和傳媒的嘲笑 要慢慢 如果 這群聚勵智掌 我覺得今季 就真的 思維加有莫屠 表現是相當之有趣 今季 我們看看他的帥仔數據 長均 interception 1.1次 好像不太多 全隊第二高 長均解為3.8次 也是全隊第二高 長均封了射門 1.1次 也是全隊第二高 爭頂就是他的強項 萬年爭頂最強是他的 一定是 英超 他只是輸給利物浦的中堅 就是雲定克 排第二位 所以 基本上他仍然有 其他各方面的防守 都做得上一些好 也算上其他 我們認為表現比較好的 後防球員 剛才說了 就是過來退休 變成了耿老的伊雲斯 都猜不到 我想他自己也猜不到 最後會竟然成績十多場正前 就是這個本來的第五中堅 歸中比賽也贊過很多次 表現相知成熟 露操也相知好 畢竟經驗真是夠 另一件事就是 挺好的 就是他出球是挺冷靜的 很少會全失球 對我們後場也有一個很穩定的載量 蓮迪洛夫 以往也是跟麥加一擔擔的 但我覺得今季偏然是有進步的 整個王線也有進步 他也有的 而且真的不能說 其實今季等了很多個位 我印象中左右閘 防中 中堅 都試過 防中也試過 一場半場 我記得 進攻上 又不能期待蓮迪洛夫 因為他真的進攻 但至少防守才穩健 那運比賽 因為阻閘大重傷 所以他也有時阻閘 但這樣就頂了不少 我自己覺得他單對單的男子 好像比二旺稍微退步了一些 不知道是否有技能點 就是貼回進攻那邊 他現在防守差了一點 也試過在禁區中 犯錯C12馬 產地對手 都比較少有的 但我覺得進攻方面 是有少許改善的 當然 他用波也是弱的 即是幾次決定交球 幾次決定推 其實都是差的 但起碼走位是非常強的 即是有沒有人交球 是一回事 但起碼他也有品力 拉空 撕開對方的防線 而且今季看到他 盤、樓方面都不錯 即是速度也有 不說不像 他今季長均盆 成功予展九次 其實在對內排 是不一樣的 即是他是輸給我們液風 而且這個數字 阿展 盤樓的數字 是比安東里好 也不知道是恭喜他 還是特安東里大和 真的 另一個問題 就是今季說 即是被射門次數是相當之多的 究竟防守上面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我們首先說 今季剛才說了 被射門的長均是17.6次 好過哪一隊呢 就是僅僅好過包美大班的石飛聯 死未 比奴頓還差 即是我們排19 即是如果計算這個數據 我只會說一句 尤其是被射門次數多 位置方面 禁區頂是特別嚴重的 我們很多場坡都剪了很多圖 都看到萬年禁區頂 人家一打個Cutback 其實是沒有人看的 很明顯 防築位置出現了問題 先回憶一下 大家都記得 蘇斯安查的年代 我們成績OK 即是一次英超貴軍 一次英超亞軍 列多瑪瑪比亞軍 當時就打防範 我們當時中間就是 麥加亞加聯帝洛夫 大家都很記得 他兩位前見是誰呢 就是麥加 這個打法 當時麥加亞和聯帝洛夫 沒有暴露出他們的問題 為什麼 大家都可以打低位防守 他們沒有那麼多 要打身後球 專身慢 那些就不怕 因為我們的防守速度很後 也不需要他們兩個 去標前搶球 總之就是 安心在後面 防守人家的光波 那些東西 不用那麼多的走動 而當時 兩個中間前面 就是誰呢 大家都記得 就是麥加 就是麥加 麥加 就是麥加 麥加 就是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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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聖陀一樣 一路 在中間前面 這個防守陣跡 大家記得 當時麥加 是表現出色的 就是 沒有後期那麼多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由麥加開始 就是麥加 雖然被人少了 麥加開始 到最後一格 其實球隊就 盡量不想打防板 防線就開始推上去 問題就來了 第一就是 防線不再低位 會有身後面的很多空間 那些轉身慢 速度慢 就開始投擊 另一個問題就是 麥加的窗房中 現在就不打窗房中了 因為八號位 根據坦克哥的戰術 八號位 是需要參與進攻的 所以萬年 即是阿展都說了很多次 季中就是 經常打單房中 上季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上季沒有問題 因為上季卡斯米奴 簡直是神兵降勢一樣 的確是 在王八那邊 拿了這麼多次歐聯本軍 基本上是超班的 當時他的覆蓋範圍 和效率 基本上都勉強可以勝任單房中 當時阿力臣比較多 阿力臣 不是這房子 但是 其實有數據說 阿力臣去年的跑動 在英俊是頭位的 難度 跑一下也有些潛招作用 另外後方是什麼呢 即是打高位 防守呢 出馬天宁斯 他是非常 他不擅長那種球 但是他擅長 擅長出來搶球 華拉尼 雖然還是比較 打單位好一點 但吸收和路數都足夠 所以上季 你說打單房中 其實問題就 沒有很浮現 那今季阿展 我們的神兵降勢 卡斯米錄 就變成水兵 根據卡斯米錄的狀態 無論是男子 還是幾位 非常差 亦都有機會 他一個人 打單房中 太大壓力了 令到身體 無法負荷 威力是大壓力的 如果他下季留下 希望他穿到適合的位置 繼續迫揮他的經驗 功效 是 那 說真的 我不知道 他覺得卡斯米錄是打什麼位置 但是上一季他也是偏近六個位置 說真的 他在皇馬的時候 是打六個位置 應該就不會是 有問題 問題 就是他身邊 附近 前前後後那些 是什麼人 那 卡斯米錄說了 阿展 就 退化了 阿力神的退化更重 手 上季都沒有 但是今天 連攻都沒有 基本上 跑動都是弱過去年的 所以基本上是全面退化的 那 就是 今季上陣前 大家都看到阿力神 真的少了 大家一格都應該看到一個問題 那 至於明耐 很多不同的現金 大家在講 知哪一個 就是今季的超新星 最大的發現 但是 說真的 由一路看他 由貴中到貴美 其實都看到他 不是真的十分適合打防中 因為第一身形就不是很大隻 第二速度亦都很慢 我覺得他 與其打防守 就不宜推上一格打白號 甚至我覺得 將來如果 那般奈利隊的話 其實他可以打中路 即是派牌 睡覺 甚至是自己剷他的射球 可能更能發揮他的才能 也很不算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明耐一定不是 我們未來六號的最佳人選 以前打 黃忠的麥湯 今個月還搞笑 就被人推上去 夠價入球 即是完全改造了 現在就好像和凱龍變成雙箭頭 即是第二中鋒 那 好防多傷兵 之前說過 馬天尼斯的鐵陣 其實是非常致命的 因為我們這麼多中堅 其實只有他一個 是比較掌握時機好的 是突然上來頂防中的位置 即是如果防中衝了上去 你要求中堅上來頂那個位 馬天尼斯是最好的 但是就太多潔淨的時間 變了其實我們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中堅和後防呢 是經常斷了兩次的 如果我們兩隻翼 肯回來匯防呢 可能還夠得上少了 但大家知道 我們常規那兩隻翼呢 阿福仔 就匯防太慢 沙拿槽呢 陳力的 但是防傷力太弱 一個太慢一個太弱 其實都幫不了些什麼 結果問題就是 我們四人後防戰 是經常被對手直接衝擊的 即是我們那些中堅 全部都是轉身慢 速度慢的 這樣被人單對單呢 其實真是很難搞的 我自己覺得 今季萬年被黃射這麼多 那些中堅呢 主要不是在後防四個人的站 是在我們防中位置 是基本上沒有了一個屏障的作用 令到我們呢 是很容易被人死去的 那我們今集就 即是後防先講那麼多 因為時間都很長 那我們分兩集 即是下一集我們就繼續探討 防中的位置 還有你也會講一下 龍門那方面 即是由迪吉爾換了安娜 之後有什麼問題 那你也會講一下 後場組織那方面 究竟是 下一格不想做 還是真的 手上的兵力有限做不到呢 那我們下一集 繼續和大家總結防守 下一集再見 下集再見 拜拜